陪伴 陪伴很重要 就是不管是陪伴他們玩 陪伴他們學習 陪伴他們到很多地方 同時間看著他們的成長學習 相對的也是做父母的一種學習 因為做父母沒有辦法 有教科書教我們說一定要怎麼做 我們只能參考很多的資料 或是看很多的文章 但是小孩子每個性格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家自己的方法 就是不僅的陪伴他們 然後給予他們很多的鼓勵 給予他們很多的愛 然後讓他們可以有自信 然後去面對這個世界吧 我覺得那個都是一個人生規劃 一定是從單身 然後主持的家庭 我的小孩之後 你的生活作型 你的生活狀態都會有很多的改變 但是我自己本身的性格 反而就是會去規劃很多事情 我會把事情都先想好 然後再去做多的決定 所以對我來說那個改變 其實都是我自己可以想像得到的 然後也絕對是可以很享受在當下 目前的狀態 就是我自己非常享受 就是跟孩子之間相處 然後會以家人為重 然後更多的生活 我覺得每一個階段都會有很多很感動的事 從他們剛出生 從他們什麼都不懂 然後還是一個嬰兒的時候 到他們可能漸漸長大 然後對爸爸媽媽會有一種無形的依賴感 然後跟到他們可能開始會講話 會發出聲音 第一次可能叫爸爸叫媽媽 然後第一次可能真的會伸手 需要你的忍抱 然後到他們可能現在已經 可以跟你講很多話 然後很多的情緒表達 我覺得每個階段都有這種感動 那這些東西我都很希望可以留下來 然後留在我的心裡 我覺得那都是 小孩可能長大之後 他都活幾年 但是這些東西 都會留在我們父母心中 就是永遠都會記得的 不管每個階段 面臨到的挑戰 我覺得 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樣 可能對父母來說也是 對小孩來說更是 那我希望他可以享受當下 然後也可以知道說 不管怎麼樣 父母親永遠都提辦你 就是會支持你去做你想要做的決定 可能小學對他來說 是一個人生的轉類點吧 對小孩子來說 但我相信他可以很享受那個當下 然後也希望他可以快樂的學習 很開心啊 因為自己以前可能 對於小朋友的書包或什麼 會覺得 哇那個東西可能 對我會有點遙遠 就可能跟我以前的工作項目 比較不太一樣 那這一次可以一起參與合作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榮幸的事情 然後也覺得可以更貼近小孩 然後更知道說小孩其實 在他抽屈當中 書包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自己每一個人都當過學生 知道說 其實一個好的書包可以影響小孩子 他的成長也好 他的心情也好 各方面都會影響到 所以也希望把這個很好的產品 然後這個書包給更多人知道